写一束桃的画法,笔要选择大一些的笔,并把笔调成複色,只用几笔便完成桃子的表现,通常是讲全笔用藤黄、花青或太白调成浅黄或浅绿,笔头占属红,笔尖占胭脂,中缝落笔,一边行笔,一边转侧缝按下按。 最后,全笔招纸,三笔完成桃子的刻画,刻用笔尖或笔根收拾桃子的外形细节,注意表现桃子的底下或侧勾部分,这两点是桃子的主要特点,落笔从侧勾出落笔,效果更好,水飞要适中,太干则出现非白,画出的桃子就不好看了,太湿也不行, 比一招纸,一阴一片,连桃子的外形都破坏了,布局外形,颜色都要有些许变化,桃子的摆放,生长角度不能一个方向,要有前后,向左向右等变化。 直干的画法,侧缝用笔,笔杆倾斜画出,线条轻快秀丽,桃干有大,中,小干之分。 写一画一般取局部,可画中小直干,有时也可画大干,这里画中小直干。 画有四美,即利益美,构图美,色彩美,形象美,衣服画构图占有重要地位。 应注意,宾主分明,取势定位,画面分割,穿插千年,参差错落,书密对比,虚实相生,藏漏巧步,起劫开合。 桃叶的画法,桃叶长形有尖,有主脉和腐脉,就是叶金。 老叶呈老绿色,内叶呈浅绿色透红。 画桃花时喷内叶,画桃子成熟时配老叶,可用墨画,也可墨加草绿。 调好墨色,一笔一片叶子,从根部至叶尖,或从叶尖至根部。 每片叶子注意浓淡变化,画组合叶时要注意前后叶的浓淡多少聚散变化,叶子的长短宽窄,方向变化。 趁时用墨勾画叶金,用比较随意,甚至有的线条勾在叶外白纸上都可以,这样显得更活一些。 最后整理,天叶天果,提款落印。 好了,这就是写一桃子的画法,是不是很简单? 喜欢我们的视频,请关注,点赞,分享,评论。 这里每天更新,介绍简单好学的国画入门级方法。